北京進行的倒查20年反覆 從2020年開始 中共政法委系統近日又提出倒查30年 時事分析人士對《大紀元》表示 正值20大中共換屆前夕 面臨重重阻力的習近平 可能在為連任鋪路 而要想真正倒查 就必須追究江澤民時期的官員 北京這波倒查從內蒙古開始啟動 在2020年內蒙古紀委監委稱要 緊釘煤炭資源領域的重點人 重點事 重點問題倒查20年 在6月7日本週一 中共官媒《新華社》發文稱 倒查20年也成為全國反覆熱詞 內蒙古涉煤腐敗倒查20年 到底查到什麼 同日 微信公眾號 中央政法委長安劍發文稱 大陸各地按照中共中央政法委的要求 正全面倒查30年來 滅假站的案件 即是減刑 假釋 暫與監外執行的案件 聘點出一些已經公開進展的省市 包括江蘇 四川 浙江 貴州 內蒙古 寧夏 黑龍江 天津 廣東 青海等 去年內蒙古宣布 倒查20年之後不久 中共政法系統內部也開始 倒查20年 並且在黑龍江試點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 今年全面展開 中共政法委在7日發文稱 將倒查20年升至倒查30年 此前5月份 北京要求公安機關建立救案倒查機制 美國華盛頓信息與戰略研究所學者 李恒清對大紀元表示 2022年是習近平的一個生死戰 一是他可能可以實踐他的終身連任 一是可能就是他的滑鐵路